天空尖头的角落 在角落 在角落 在那个角落 好厉害 我们俩都好厉害啊 我们两个 就可能我们以前住了 隔了一座山 对对对 三叔不说 周深的这条百变大鱼 真的是发挥了 一百首歌的功效 而现在又再次 冲破了环境的限制 来到了大山中 在角落 果然就没有周深 接不到的歌 这三歌对的 还真的是让人听不够呢 母亲节快乐 母亲节快乐 你开水了 还扔山里了 你还带你来买一块 特别花山 哟 哟哟哟哟 这里的山路 四八万 这里的水路 就连 没有周深曾经给大家 录的一段起床闹铃 更是提升醒导 哟 你浪哥还不起来 哟 哟 哟 赚钱 哟 没有钱你浪哥 哟 但死孩子要开心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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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爱你 生爱就属于天际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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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觉得周深真的太可怕了 他小小的身体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能量 才缓满的都要溢出来了 他无疑是多面的 单纯的神仙嗓音或是沙雕灵魂 都只呈现出了他当下状态的某一个方面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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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活跃气氛 在各大晚会颁奖典礼都少不了周深的身影 周深也始终保持着对舞台的敬畏与热爱 不论彩排还是正式演出 始终坚持争唱 连拍MV也不会对嘴假唱 永远为观众呈现出最真实 也最真诚的顶级舞台 他的行程开始变得越来越忙碌 但是生病反倒生得越来越少 精力越来越旺盛 好像连体质都不一样了 有朋友说他像玻璃变成了钢化玻璃 表面上看上去还是一样剔透 但实际上他已经承担了远超于之前的强度和压力 周深的成就不仅仅为他个人带来荣誉 更为整个中国音乐圈树立了榜样 作为一名年轻的歌手 他展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努力 不断的突破自我 追求音乐的完美 他的每一次突破都将给我们带来新的惊喜和感动 周深的努力与专注成就了他 而刻在骨髓里的对音乐的热爱 成了他前进的动力 期待他在音乐之路上越走越远 为我们带来更多美好的音乐作品 最后周深现唱的杭州亚运会推广曲 爱达未来MV上线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达未来 MV以歌舞形式为载体 将含有亚运元素的舞蹈 置于虚拟三维实景舞台中 爱达未来的主题 突出了体育亚运与亚洲文化交流互建的主题 爱达未来是国际电音舞曲的风格 得此简洁 躲躲躲躲浪花 谍音进一步强化了主题 朗朗上口 易于国际传唱 具备现代大型体育会赛曲的特点 既悠扬动听又振奋人心 突出了体育亚运和亚洲文化交流互建主题 大家记得去听哦 我觉得这首歌跟我之前以往的风格 都会比较不一样 这首歌它会更动感一点点 然后它整个的表达都会更直率一点 或者更直接一点点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何老师在制作的时候 也很用心 就是有咱们自己的一些 中国音乐的一些元素在里面 然后它又结合了一些 比较偏电子的现代的一种风格 所以在演唱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感觉 对跟我以往的风格会不太一样 生活当中比较喜欢运动 比较多的大家可能会像跑步什么之类的 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去踩踩土联机 就有的时候可能 练练车啊 或练练歌什么之类的 会稍微运动的时候练一练 然后还有可能 比较经常一点点 相对来说比较平常 像打羽毛球什么之类的 然后要说到本次亚运会最关注的项目 应该是新增的一些项目吧 比如像霹雳舞 也是第一次加到亚运会里面 还有电子竞技 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好奇 就在亚运会里面看到 电子竞技会是一个相当的感觉 一说到杭州大家都会讲到西湖 包括关于西湖的大家要熟悉的 像白蛇传的故事 远杭州它是一个现代 和咱们古典美的一个结合的 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城市 亚运会的话 当然希望可以看到 咱们自己中国的亚运剑友们 可以在他们的赛场上 去绽放他们自己的光芒 因为他们一定付出了 非常非常多的努力 就希望他们可以看到在上面绽放精彩 招商人的色彩 在这里合作一张 群青春 explosion 更加用亚运剑友们 在这里合作一张 空中有些人 干杯的 所以在自己的颜色 转了 下网友�� 在他另一张 我看到了 别而且面有多的 想在这边 下来 我叫你 在这边 再来 是 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